或悔或欲 一阳当时耳 所以呢 凡复不了啊 不知道啊 就会怎样 欲未备喝 宁知见爱尚存 去二胜而甚远 虽附言其修道 或使诸法不去 非为牲口 未端 亦乃心 有产区 见身自义 解备 争全 圣教之所不一 明师未曾 承受 这一段呢 就在讲什么 如来是 就是一定是度众生成佛嘛 目标是成佛 可是呢 凡夫不懂啊 那为了要让大家成佛 是不是有的用 诱拐的啊 一直赞叹啊 呵斥啊 或者是称赞啊 有的是用骂的 有的是用哄的 有没有 一边骂一边哄 有没有 所以呢 方法很多 其实是当时 什么叫当时 当就是当机 就是在这个时间当中 你要用什么方法 这个人是用什么方法 但是凡夫不懂耶 他会怎样 预设立场 那个欲啊 你看有没有这样 然后现在就这样啊 新测试 然后就开始 什么意思 什么东西 怎么样 你又要骂我的吗 这样 就是 那个欲啊 害怕 胃 被喝 欲胃 被喝 如来 我们不看身面 看佛面 我们今天来修行 不要怕被佛陀骂 那我们要被众生骂吗 没必要 所以众生在骂 你不要听进去 没有成佛 没有成到正果的人 他对你的指责 你不要把他当真 因为他是站在他的立场 而对你有所 攻击 不要受伤 因为没有必要 但是如来在骂 你就不可以当耳边疯了 你了解吗 你要分别啊 那个分别心 要分别在 善分别 可是我们一般人 很不甘心 因为我有我执 我有尊严 你凭什么骂我 你怎么可以对我这样 你是谁 可是我们想想看 如果今天对方是佛呢 哎呦 我被加持了 差别那么大 是不是 以前呢 我们老和尚 只要找我们去 我们都好羡慕 哇 他被找去了 回来呢 虽然是被骂了 但是还蛮得意 我被师父加持了这样 你都不知道师父有多气 实在是 有一次就唯一的一次 就迷迷糊糊 然后就师父把我叫去 他就看我在那边呆呆的 因为我碰到师父 我就都不知道讲什么 然后他就说 你怎么会这样啊 你做的什么样啊 发生了什么 他要我讲出一个什么原因啊 他就讲讲讲讲了 讲半天他就指责我 我职责了之后就 回去重新学习 这样他就叫我回去重新学习 他也不知道怎么办啊 他也不能打也不能骂 我也不能叫我去做什么 就没有啊 因为说犯错也没有犯错 就是漏掉了一个行程 那时候我在做制客 那制客长 制客长就是要 所有要拜访师父的行程 要把它列出名单 然后要报告让师父有准备 结果呢 哇两个行程强蹦 就另外一批就供佛摘生 大会要去请师父 供佛摘生的居室 不是都很庄严吗 一早就在那边等 然后我在啊 糟糕忘记跟师父说 然后师父就在另外一边 哇开飞车 开飞车回来见他 对外面的人来讲 他们不会知道师父另外有行程 他们会觉得这个和尚耍大牌 因为他提前来讲了啊 是不是 所以我们已经约好的时间 不可以落掉那个行程 好 我是特地来拜访 来拜见大师 这就是不可以失礼 接待方嘛 我们是被拜见的这一方 我们要安排好 啊结果就哇 这个真的就是 这叫疏忽 因为你一下子有一些行程 很多的时候 你没有把他记起来 就是会漏掉 所以师父呢就把 事过境迁到晚上 监慧师和尚找你 我知道啊 然后去了 师父说重新学习 重新学习啊 什么叫重新学 回去当教授师 谁知道 人家说哇师父 监慧师你被高升了 我说我是被骂了 因为没做好啊 事情没做好 给我回去呢 还做教授师 你看 那这个是一个方法 我们自己要知道错在哪里 好 要知道啊 但是对于没有必要的 没有必要是什么 没有必要 我们会猜别人喜不喜欢我 众生喜不喜欢我 你要人家喜欢干嘛 是不是 你要让大众啊 喜欢师父 目的是要我们可以帮得到他 他对师父们有信任感 他佛法 在学的时候 他会学出 自己的制度之法 所以出家师父啊 要成为众生的依靠 你要让大众喜欢 好 可是如果有的人是因为某一些立场 他就基督教啊 他就是讨厌佛教啊 他就是自己啊 有很多的烦恼 他觉得 你在找他麻烦啊 这几天呢 新智法师就打电话 他打 因为也不认识对方 所以对方有的人呢 已经接了三通了 有没有 他就说 你干扰到我了 没有啊 我们不是干扰 我们是邀请 是不是 你要 你要知道这件事情 你的发心 你不是要去 害人 你不是诈骗集团 然后众生会有烦恼 或者是会有反感 好 我们要怎样 我们不要受伤 我们不要受伤 因为我们要理解 要理解 还没学佛的人 他会觉得是一种压力 有的人会这样啊 他说 我最怕接师父的电话 为什么 因为师父 要求 提的要求 他不能够 不接受 可是他已经超负荷了 其实 其实没有超负荷啦 如果他真的愿意做 大家就是 你看各位出嫁以来 有没有发现自己都超负荷 还不是活得好好的 还可以再多 对不对 好可以吗 只是还没准备好没关系 可以的呢 就再多做一点 多发行一点 我们也在看自己能够做多少啊 好 那 在这个发心的时候呢 就能发心 哎 不错 好 有福报 再多一点发心 品质更好 效果更好 嘿 那就在得寸要怎样 进尺 有没有 好 是层层相逼这样子好 为什么 因为你不发心啊 众生的烦恼 还是烦恼 你过了十年 你看他还是在一样的地方绕 他永远都是跟你讲一样的事情哦 因为有时候我们最难度的是家人 有没有 哎呀 久久的 因为他没有把你当法师嘛 好 久久见面啊 讲来讲去 又是同样的事情 问题 十年如一日 好 可是这十年来你出家了 你十年每天都不一样 有没有发现 每天都不一样 每年都不一样 你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可以红法吧 有没有 新鲜师 你从来没有想 我竟然要讲经说法哎 永远都是我们在下面当观众 我可以发愿我当一辈子的观众 是不是这个很安全 现在要把你放在很危险的地方 众目睽睽 大家就在看 有没有 我们就要把他站好啊 是不是这样 新鲜法师也会开示啊 对不对 玉美那天就讲 新鲜师父啊 讲得很好 但是他需要我帮他引导 否则他会讲到不知道哪里去 所以呢 他就来帮你一搭一唱 他就说师父你讲那个念经啊 你怎么帮你的妈妈帮他念经啊 然后你听到你就开始讲讲讲讲 讲一讲又出去了 哎师父 哎那个后哎回来这样子你看 你要谢谢玉美啊 他都是在那个做一个很好的护法 要不然讲讲讲到最后大家也不知道在听什么这样 所以就需要有人在提醒 哎呦可以讲得很好啊 所以呢 哎我们就要想 其实我们真的是 就是不要害怕 佛陀给我们很多的呵斥 我们看到佛陀骂阿南有没有 他也不是哭哦 阿南不是因为被骂哭哦 他是因为看到他自己哎呀 我真的是实在是很盲点很多 很不长进 然后后来呢他的哭都不是因为被骂了 他只有第一次吧怕被骂有没有 先先哭哦 然后后面的都是听佛法听不懂 或者是有一些道理啊 想一想自己怎么以前这么傻哦 才慢慢的去做一些哦表达 虚菩提也哭 替泪悲泣有没有 哭到鼻涕都流出来 这实在是哭得很厉害哦 这很感动哦 他说从来没有听过这么殊胜的法 所以佛法真的是很重要 但是有很多人会害怕 好那比如说 兴许法师跟我说那个王老师啊 王婷玉老师 他就很害怕说 哎他如果学佛法学很多 然后哎这个会怎么样 他怕他花太多时间 那这时候就是 就兴许法师的工作了啊 他要先学好 然后再用这个他能懂的语言讲给他听嘛 可是现在问题是兴许法师只会说 很好啊好这样 他只会说佛法很好啊 他也讲不出所以然哦 是不是你说哎很好啊哦 富贵华言是我们能讲的还不够多 所以要发行把华言经学透 学透啊就可以很快的让大家愿意接受 上一次呢我们在跟那个游戏的讲说哎 这座游戏啊我们想要做一款善财童子五十三餐的游戏啊 那我就先讲说这是有一个角色设定 他有各式各样的角色 他听了之后他就想要读 要不然以他一辈子啊是不会学佛 他为什么要读佛经 这跟我的人生没有关系 佛法讲人生是苦啊 他们有一些预设立场 所以呢很多人他会觉得他不需要 但是当他为了要做游戏 然后来要先读嘛 因为其实我们的目的不是要做游戏 我们目的是想要读他 是知真的 因为这么聪明的人不学佛真可惜 然后那个说故事的老师 岩老师 其实我是想要读岩老师 因为他很会说故事 他很适合来说故事 说华言经的故事 给更多的人听 谁不爱听 其实你是小孩子 你很爱听故事是正常的 大人不爱听说故事吗 爱听吧 是不是 岩老师他讲故事讲得这么好听 我们听得都很开心 我们把华言经讲得很好听 大家听到 很开心 不是很好吗 那如果我们都把故事讲得 死气沉沉 上一次新造师说师傅 那个罗翰被我说死了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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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罗翰本来就是死的没关系 哈哈 他他本来就不在了嘛 是不是不在了 我们先把活化啊 哦 把他复活 啊 那说给大家听 你要相信啊 只要你有说都会活 要不然他本来是文字嘛 各位在准备这个罗翰的故事 不是就很难吗 因为他有的资料很少 有没有 你都不知道怎么办 见人飞腾罗翰 这就是看到人都会飞 你怎么去讲他 他人生是什么样 跳跳 是不是 见看到人都飞起来 你有想象那种罗翰吗 那这些本来就是一个圣贤的典范在那边 我们不认识嘛 透过我们的想象 跟我们对罗翰这两个字的认识 那你把它讲清楚 讲出来 讲出来呢 你不了解的 就会多一点了解 那总比没了解好嘛 但是我们不知道 我们都会预设立场 以为佛法是 很严肃啊 佛法都是叫人家要看破放下 就是要预啦 佛法就是叫人家出家 就是预嘛 是不是 其实佛法 以上都是啦 就是要让你离苦得乐嘛 不要留在原来的那个漩涡里面 原来的漩涡 是一种业力的漩涡 他纠缠不已 他就让我们一直一直陷进去 有没有 那天那个姓真说 你如果掉到那个什么 河泥沙 那是什么 那个是那个是什么流沙是不是 泥浆的流沙 你要怎么样救自己 就是要一直动一直动是不是 其实那个是没有救的 他是会一直陷进去的 有没有 轮回在三界内啊 六道轮回啊 就像是我们陷到那个流沙 那流沙很可怕 你只要掉到那个流沙 你几乎没有救 是会磨顶的 灭顶 但是你不能一直动 一直不动 你要一直一直挣扎 一直挣扎 修行是这样 你不修行 你就是被卷下去 你不是说 没关系师父让我静一静 静一静就卷下去了 起烦恼要退的时候呢 不可以休息的 业障要现前的时候 开始生病的 不可以休息 不可以休息 因为生病之后呢 有两种情况 一种就是活 一种就是死 对不对 好 你在死之前 生病不会马上死 你在死之前是有 有机会 你要渐渐的死 还是活起来 这时候 你不可以让自己闲着 可是很多人都是 我不想做 当我不想做 就会出现生病 可是这样哦 然后生病之后是好理由 就不用做 不用做 失去的是什么 好的机会 他就会一直生病哦 是不是 好 比如说 那个宏廷 你前一阵子确诊 对不对 好 确诊之后 可能不能参加 我们的 那个行程 参学行程 对不对 那时间刚刚好 对不对 就提前好了 他提前好了 因为我们准备 嘿嘿 如果你是那一天才好 还要两天 结果他就提前 就好了 为什么 身体是你的嘛 对不对 你有想要很强的力量 赶快好 对不对 有吗 是不是这样 这个 你可不可以提前 可以 但是我们通常都不太相信自己可以 好 是不是 受菩萨界的那几个确诊 的就 一开始确诊就说 你看一直两条线 然后到当天 还是两条线 我说你你再继续两条线试试看 你拿立刻白把它涂掉好吗 错过这一天有多么难啊 你下一次吗 没有下一次哦 你可不可以发愿 可以 发愿这件事情很厉害 发愿不是没有 不是每个人都敢 可是发愿可以劝发 可以劝发哦 所以大家练习 当法师 最 厉害的就是你可以 劝发菩提心 劝发菩提心那一本 多读 醒安大师 所讲的 劝发菩提心文 你不知道怎么劝发 你就是把那个八个发菩提心的原因 背起来 你照那个来讲 你就知道这么的难 但是 这这么的重要 在这个世界上 法师都不发 不劝大家发菩提心 那还有谁 不会就是全部 都卷到泥沙里面 流沙里面 你身边的人 没有学佛的人 绝对不会跟你 要劝发 来学佛的人 也还不会劝发 因为他自己就很烦恼 很容易退 所以当你 已经来出家了 基本上你是已经站在一个 不会退的位置 所以你就要作为 你要让自己继续不要退 就要做 劝发别人菩提心的角色 当你一直不断劝别人 其实你都在劝自己 老实讲 你自己会更发心 要不然呢 真的很辛苦 各式各样的状况 这个也不发心 那个也起烦恼 这个也怎样 是怎么样 因为这就是众神想 没关系 他起烦恼 我赶快劝另外一个 正要发菩提心 你不要因为前一个 起了烦恼 然后你就预设立场 下一个打电话的 一定又要拒绝我 有没有 我们会这样 因为被拒绝了十次 然后第十一个 直接连按下去的勇气都没有 是不是 就会这样 因为我们太容易被自己的心魔 预设 我们先预设会被骂 害怕会被骂 所以你看 您知见爱上存 你看 我明明知道 这个见爱的烦恼还在 我们知道 我们要知道 所以要不要修行 不要 不要 不要不修行 所以为了修行 不要怕被骂 因为你不知道 这个见跟爱的烦恼 是多么的可怕 见就是见货 爱就是私货 你怎么知道 明知就是你 我们只是怕被骂 翻覆不了 欲味被喝 对不对 你怎么知道你的见跟爱的烦恼 会让你完全 离二圣 甚远 去二圣 而甚远 有没有 虽然说 说在修啦 我们现在是不是这样 虽然说我在修行 或使诸法不阙 非为牲口末端 亦乃心有产区 所以他在讲什么 他说啊 虽然我们现在在修行啊 可是呢 我们的祸还在嘛 对不对 好 然后 使 使是什么 使就是烦恼 烦恼有很多的名词 有迷惑 疑惑 还有使 使就是会 他会支持我们啊 做出一些有的没的 无意义的动作 有吗 有时候 我们在无名当中 连自己为什么会 讲出这句话 都不知道 有没有 奇怪 我怎么会这样 想一想 自己真的不知道 甚至于呢 还会失控 自己的心啊 就是一直纠缠 一直纠缠 一直纠缠 那 这个 让使得怎么样 使得 所有的 恶言恶行 恶念 都没有办法 去除 诸所不去 就是去不掉 虽然是在修啦 但是那个修 虽负 言其修道 但是呢 那个烦恶就去不掉 诸所不去 这个是去除的意思 非为 身口末端 亦乃心 有产区 所以呢 就讲 他不只是 身跟口哦 因为发而为 身 跟嘴巴 已经是叫做末端了 有没有 源头是什么 那个心歪掉了 源头不对了 所以我们有时候呢 一起烦恼哦 要 如果我们真的要明白 要明白自己的烦恼 你不要只是心理想 心理想 要把它列出来 写出来 好 你如果不愿意跟别人讲 好 你不愿意跟别人讲 你不愿意去 请 用佛陀的教法 或者是找 善知识来为你开导 你如果不愿意的话 你要自己自我疗愈 自我修 修行的时候 你试着把你的纠结 写下来 写下来 慢慢的厘清 这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 因为心的产区 会让我们看不清楚 自己的烦恼 有时候我们 舍不得 否定自己啦 就会很容易把心放在对方的过失 那如果没有这样子的去自我去观察 你其实没办法好 有没有 见爱会没有办法好 所以为什么这边要讲这样 因为 其实佛陀在引导众生的时候 如来在引导或悔或欲嘛 益仰当时 有时候是压制你 有时候是表扬你 佛陀的方法 目标都一样 都是让你要到成佛 可是凡夫 看不懂 他会怎么样 他会自己在 自己在被骂的那个情感 情绪当中 有时候说师父你都骂我 可是他不会去想到底在讲什么 他只会一直觉得好可怕好害怕 很不甘心 这时候就变成没办法就事论事 可是凡夫都会有这个没有办法就事论事 你一言我一语都是见爱烦恼 有没有 我们不管怎么想 怎么想来想去 还没有正到阿罗汉之前 你都想不出东西 你想来想去到最后的结局 如果是烦恼而不是化解 那表示你就没有把佛法用出来 佛法不够 佛法不够又用不出来 所以佛法不够 没办法解决别人的烦恼 也没办法解决自己的烦恼 所以为什么法师要以法为根基 你越是领众啊 越要用功 因为没有用功 没有用圣身之功啊 你领不了大宗 所以为什么刚才一开始师父讲 华盐法会是所有的法师 你一定不可以做柴米油盐酱醋茶的事情 所有的居士 法会一开始全部不可以再去做什么打电话啦 接待啦引导啦不可以都进班 所有的居士用功最重要 人来的就用功迟到不招呼 迟到是你的事情 你不可以干扰让在诵经的人还要出来帮你安排 你迟到就是你的事 了解吗 大家了解 我们常常是这样 上课 上到一半就有人迟到 然后A就有人就跑去 去跟他讲话去怎么样怎么样又怎么样 讲什么话 迟到了赶快进来做啊 然后就干扰 让讲课的人就分心 就不可以 诵经也是 这整个法会都开始了 你迟到了一来就赶快入座啊 这样了解吗 然后更何况我们自己已经在里面用功 所以各位我们发心诵经 不是只是因为这是一场法会 我们要庄严不是 是因为我们要行菩萨道 在行菩萨道的过程 你的法不够啊 你拿什么去 拔除众生的苦啊 那法是什么 华严经就是如来的教法 没有其他的法 比直接背诵 更殊胜 我们秒懂嫩言 每天都在念嫩言经 有没有 每天念一卷 现在跟到现在 有没有有一些经已经可以背了 你没有刻意要去背哦 但是你有一些字句是可以背的了 有发现吗 你也不用变成什么背经浸度才要背 不用 你就每天念你就会背了 华严经也是这样 你每天念每天念 都会背的 这就是佛陀教我们的受持读诵 等到你背会了 你熟悉的 随便讲就可以为人解说 只是讲的好跟讲的不好 讲的顺跟讲的不顺 讲的对方听不懂还是听得懂 是不是就是这样啊 多多少少也会讲嘛 连信真都会讲的 还有谁不能讲 是不是就很会讲啊 好那我们自己就要知道 这佛法就是这样啊 他你懂或不懂都会有效 你把背起来 他就在断维系的烦恼 尤其是如来的智慧 因为如来说这个法 他就是要你证一切种智啊 那你不懂啊 你就把这个背起来放在心里 他就在帮你证一切种智啊 了解吧 所以他引发的是一个智慧 因为我们听一个人说话 他会有一个 有一个触发嘛 所以为什么有些人哦 那个说话不好 很恶意的时候 他也会引发让你想怒飞飞 有没有 他讲的那个哦 那个小说啊 哦讲讲讲讲到最后 哦你就被他拉着走 然后呢就引发的那个思想 邪恶的思想 那那个名嘴很厉害啊 他讲讲讲讲很精彩 哦讲到最后呢 你就真的相信他讲的 他讲的那个观点 你多听多听多听 你就会变成那个观点 哦你就看什么党的名嘴 哦他讲讲讲讲 你就变那个党这样 你很难人很难保持中立啦 你就多听一些人讲话 讲听一听你就会跟他很像 哦所以为什么说良朋义友 哦 啊有人说 啊可是那个人很好玩啊 我很喜欢他 你很喜欢他 可是他思想是邪的啊 有没有 我们看小孩子啊 他青少年高中拍朋友啊 都跟坏朋友在一起啊 每天这样子 哎他开始不学好 他也是因为他很喜欢那些朋友啊 他朋友 给他很多的感情上的相应啊 啊相应了之后呢 他的思想就被带走了 那我们自己学佛 那之后也是一样啊 与其你要跟一些 凡夫 凡夫讲的话 能讲什么话 你了解吗 凡夫讲的话 其实没有什么好听的 所以如果各位 你要带居士啊 你要作为一个 主谈者 不是让他们自己爱讲什么就讲什么 了解吗 你要想办法让这一个场 是你可以说话 要不然你不需要去凑热闹啊 然后如果星朵法师如果有同学会要去吃饭 你提要求 第一全部吃素我才去 是可以啊 你不要说没关系我是同学 哎你只要准备素的就好 你们通通都是随喜 不可以因为你是法师 要不然就不要去 要不然就不要去 要不然就是你来主办 请同学来 禅院同学会 我们办宴席好吃的 这个是一种喔 好 接下来 因为你是法师 所以同学会呢 没有他们说话的份 你直接说我为什么出家 是不是 在 所有的吃饭当中 你不是陪兵 要不然就不要参加 是陪兵的不要参加了 老实讲因为我们是法师 我们也不可以 被别人不当一回事 你只是坐在那边静静的听谁说话 不可以 但是很多世间的人觉得他自己很厉害 就会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 是不是这样 除非他我们是去听演讲 当然不可以没礼貌说 哎那个你下来我换我 当然是是听演讲 但是如果平常 这样的场合 大家在的时候 是这样 哎有的居士会抢话讲喔 你就要事先先搭配好 你看居士讲话 很多都讲到那个有的没的 拉到别的地方去 他都没有重点的 亂讲一通 要引导回来 然后不要说就真的被带走了 要带回来 就这样啊 但是 当然也要给大家有机会讲 也有机会互动嘛 可是不是某人主讲 而要有机会 当法师有发言权的时候 你会发现 其实大家听法师 有的人很喜欢听法师说话 因为他觉得法师的见解 是值得信任的 可能跟别人喔 都是吵架喔 都不认同喔 但是如果师父讲 嗯 他觉得有道理 我们要听师父的 有的会这样 所以 我们要知道 自己心啊 在产区 好 我们一直跟产区的心相应 相应相应 你最后就整个歪掉啊 见爱的烦恼不会断啊 好 所以见生自义解备真群啊 结果那我们的见解都是怎样 都是照自己的意思啊 好 有没有 照自己的意思 有什么好照的呢 我们就是照自己的意思 到现在在轮回啊 解备真群 然后你的见解啊 见解两个字 就是都是怎样 都是歪的啊 就违背真理啊 圣教之所不一 明师未曾承受 就这样 就是凡夫的问题就是 都一样啊 啊 所以呢 啊 这边就讲哦 啊 根源非为素席 见解未欲生之啊 而能世智便充 谈论已知终日 有没有 哇一看就知道 世智便充 他谈半天 他也没有谈到断烦恼 啊 所有的名人 纵使他学佛 啊 他现在已经变成大师 啊 可是他都不是 断烦恼的大师 他也许可以讲出一些好的见解 的确啊 可是他还是在见解当中啊 还不是无声智啊 啊 也不是呢 一切世间解 如来是世间解 有没有 啊 如来的解 才是真的透视 一般人的见解 他是有限的 见解有的很高明哦 他每个领域都有他的专家 有没有 哦他很了解 音乐的懂音乐啊 艺术的懂艺术 科学的懂科学 各种各种世间的技术 都能够通达很厉害哦 那真的也很好听 有的这个专家说话 说的很有很丰富 让我们很有收获 可是他的问题是什么 因为他未遇生之 他不知道生从何来 他不知道死往何去 他只知道 这一段 知其然 但是不知其所以然 就是那个智慧跟 视智变充的差别 就在这里 好所以他要了生托死 还差得很远 可是 这一些专业的知识跟技能 可能就会造成 他解脱的障碍 他解脱的障碍哦 好就是像 像星许法师 他是艺术家 但是他现在出家了 他的艺术会帮成 帮助他解脱 可是 不出家不学佛 好的艺术家 他的艺术变成 他学佛的障碍 有没有 王老师他就 很担心 他 学佛花很多时间 他没有办法艺术创作 你了解吗 就是这样 有的人是这样 我先学佛 我就不能赚钱了 那个赚钱这件事情 变成 学法的障碍 其实相反 我是一个很厉害的 那个 有知识的知识分子 我是一个大教授 不妨碍我们学佛 学了会更通达 但是呢 当我今天已经是高人一等 高高在上的时候 他 看到佛他掰不下去 很可怜 有没有 那他对佛都拜不下去 他对众生呢 一定就傲慢而已啊 是不是 所以 所以其实我们就要知道 不是谁不能学佛 人人都可以 可是你的智慧 你的聪明啊 如果变成障碍 那你就要想 这叫做八难 八难 八难之一啊 不是聪明不好哦 不是说啊 你看聪明都没有用 佛陀说你八难了 出家人也有很多很聪明的 你如果不够聪明 你怎么有办法去度那个很聪明的 佛陀有没有够奸诈 有哦 你看佛陀那个设计阿难 他很心机耶 有没有 还知道阿难没回来 赶快赶快我们赶快出门这样 是不是 那是不是又是那个局啊 给阿难这样傻傻的 哦我不知道哦 然后就遇到摩登前女 你看早就设计好了 有没有 有没有 这五组有没有设计六组 有没有 听传承师傅讲哦 那这个根本就是一个内斗的过程 有没有 你看 那本来是一个很殊胜的得法源 被他扭曲 就讲着好像有勾心斗角 所以呢 那个傅凯讲的也是对 佛们有很多斗争 诶那个斗争是什么 这佛陀的方便善巧 他一定要比你先知道你接下来会想什么 才能够先以欲勾签嘛 他要知道众生喜欢什么 用那个来引发他的 清净型 用那个来引发他的解脱型 是这样 然后叫应激 所以 不是 什么人 就归哪一类 有时候我们会把自己归成我是业障重的那一类 哦 这个人是贪心重的那一类不是 什么人都要归到可以修行的这一类 只是方法不一样 那这这个是很重要 可是因为众生他不太懂 他在他站在被被度的那个位置 他听看不懂 他看不懂佛陀的角度 所以我们今天要来学佛 学佛最好的就直接站在跟佛一样的角度 你就会知道佛经在讲什么 这就是今天我跟 昨天跟玉白讲 你要知道法藏法师为什么写出那一篇 望尽还原观啊 那你就要回到他读经的过程 你读了经你就会变成法藏法师 你就会知道为什么他会有这种观点出来 要不然你只是读很多词啊 那个词有够难的 什么自信绝缘体啊 什么有没有 那个词那么难 古时候的人讲话文绍绍的 可是他这里面呢 就是他一辈子学习佛法的精髓 他在短短的论文里面旁针薄影 然后其中就可以看到 大圣起兴论很重要 因为他都举大圣起兴论的例子 这样 好 那我们今天呢就先到这边 了